想知道如何無腦去備直播嗎? 看今天的開箱就對了 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現階段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減少出門次數 像一些公司就選擇讓員工在家裡工作 那開會就用視訊會議來搞定 那學生雖然看起來很爽 整天都在放假 不過他們還是必須要用視訊來進行上課程 像我家的兩個女兒 雖然天天都對著螢幕在上課 但實際上一面上課都一面在玩手機 我還說爆雷了 而這波在家工作上課潮 也造就許多視訊設備 譬如說像筆電 還有視訊鏡頭等等 它賣到翻掉 甚至你買不到貨 也讓許多家長上班族相當的苦惱 那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這款 來自J5Creditor 它所推出的 JVA06EFP-2 雙HDMI多機直播影像檢舉器 那小小一台 就能搞定各種的直播需求 比如說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要外接一個電腦 那上班族呢 可能就要接一個簡報機 如果你是直播主 可能要接電視游泳器 甚至接手機 那接下來 我們直接來為大家做開箱 好接下來我們直接來開箱 那大家可以看到 外盒上面 就直接有它的一個外觀 後面這裡 之後它有一些弓 那這邊打開就會看到機器 我們就直接來開箱了 最上面呢 這個就是JVA06EF的一個直播器 那下面這裡 看一下 保證書 那這裡就是一個簡易的一個說明書 跟設定跟教學 那這一個是雙Type的一個連接線 那Type-A轉Type-C的連接線 還有一個 HTMI的轉接線 所有的配件都在這裡 好首先為大家介紹的是JVA06EF的一個本體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體積 大概一個手掌的大小而已 那重量也非常輕 大概只有172公克 這樣的一個體積跟大小 不管是你要帶它去哪裡直播 都相當的輕鬆 那接下來看一下上下 那這兩個孔就是一個標準的冷靴孔 可以把它鎖在相機的設備上面進行直播 這樣子使用起來是更加的方便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JVA06EF的一個部分 首先在它正面的左側 有兩個1080p 60Hz的一個HDMI輸入 以及麥克風輸入 在它的右側則則是有一個 可以健康畫面的HDMI PGN 輸出 然後還有一個音源輸出 還有一個連接電腦端的Type-C的連接埠 這60W PD 充電的一個Type-C連接埠 所以你在使用的時候 甚至還可以對筆電同時充電 那在它上面這邊有一些設定的按鍵 Audio 這邊呢 它是可以設定音源輸入的一個來源 上面的個別有LED的一個音量指示燈 可以讓你更清楚的了解 現在是哪個裝置在收音 在它的右邊則是有 切換畫面模式的一個選項 總共有六個模式可以切換 等一下我會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JVA06它的使用方法也相當的簡單 首先只要有一台電腦 那另外還會準備一個60W的變壓器 那同時它也可以為你的手機 或為你的筆電端來進行供電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選擇 你要輸入的一個來源 像相機啊 或電腦的畫面啊 甚至你的手機畫面都可以 最多能支援兩個輸入 最方便的就是 JVA06不需要軟體 就可以輕鬆快速的進行直播功能 對於一些操作複雜的一個直播機來講 JVA06是相對簡單易用的 那如果你要更進階一點呢 它有支援Chroma Key的一個區備功能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搭配軟體去執行 那只要你的背景是純色的 譬如說綠幕啊 藍幕等等 就能輕鬆的將你的背景做區備的動作 然後呈現一個 像新聞播報那種方式的一個專業呈現方式 那不囉嗦 接下來我們實測給大家看 好現在呢我整個都設定完了 看起來像東西非常多非常複雜 其實並沒有 只是解釋給大家看 所以我把所有的設施都放上來 首先第一個這是我的電腦 就是我們的要直播的一個源頭 這當然不用講 第二個源頭就是我們的單眼相機 就是它可以對著我 A畫面我是直接接我的電腦 那B畫面我是接我的單眼 它有音源在跑 代表說它哪邊有收音 我可以在這裡去做開啟跟關閉的動作 如果把這個關起來 那它就不會收音了 就是電腦的聲音就不收 或單眼的聲音就不收 另外這一個呢 就是我另外再輸出的一個畫面 做自己監看使用的 當然如果說單純做使用的話 你不需要像我接這麼多東西 我只是把它的最大極限 全部接給大家看 就是目前設施的這個樣子 兩個輸入進來 然後一個輸出 那我這邊呢 一個電源進來 同時供電 那接下來我就為大家一一二介紹說 它的這些按鍵 在切換的時候畫面會怎麼呈現的方式 那接下來我們開始做實測的動作 那首先呢 我先開一個畫面出來 給大家看 如果說你是一個做簡報 上班族的話 你這邊你可以開PTT檔 然後我們就在這邊呈現 因為我現在的輸出的來源是A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在直播的時候 畫面就是電腦版的畫面 因為它不是Rail Time的 所以它會有一個秒差 那如果我要轉單眼進來呢 怎麼辦 很簡單 只要這樣子按一下 AB 有沒有看到 在角落那邊 我的畫面出來了 那我可以再按一下 它會在四個角落這樣子 隨便你去做移動 跟位置 那我如果講一講 想大家專心看我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只要切B 這個時候 大家就全部只能看到我 那我一個人在講話 就沒有其他畫面 相當的單純 在這邊我也可以切BA 這就變成人為主 電腦畫面為輔 那這邊一樣 按下去 它也是四個角落的切換 那另外就是說 譬如說我現在是B 那我要切到A的時候 我可以這樣子直接按 它是一個比較簡單粗暴一點的一個過場 但是如果我要一個 緩和一點的一個過場 只要常按B 大家有看到 一個緩和的過度 這樣子 就非常的簡單 那我剛剛做的這些動作 全部都沒有裝任何關體 那你只要插上去之後就隨插即用 你就可以在視訊來源那邊 就可以選到我們的 JVA06 就非常簡單 其實這部分都相當相當的容易 都沒有什麼太複雜的設定 你只要把這邊的線全部接起來就好了 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邊的源頭就是我的Youtube影片 那B就是接我們的單眼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在這邊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一個 同時收音也會有背景音 那如果你主畫面太吵的話 那我們只要把 源頭這邊就是A畫面 把它關掉 那這樣子的話 它只會收到我們的聲音 那如果主畫面太吵的話 那我們只要把源頭這邊就是A畫面 把它關掉 那這樣子的話 它只會收到我們的聲音 如果兩個都開的話 它就混在一起 接下來呢 我可以這樣子講一講之後 我就直接在中間休息的時候 來 大家好 那現在我們要看一下 剛剛講了什麼東西 那這邊它還是一樣背景繼續在跑 但是 那個使用者是看到我們的畫面 開始的時候 那我們這個時候 可以立刻再切回來 或者說一個AB的方式 這樣子繼續講下去 這是一個一般的 譬如說像Youtube的一個 直播組的一個應用情境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模擬另外一個情境 大家應該看過中文者的大神 它是在做開箱 第一個它可能就是 上面有一個鏡頭 那前面又一個鏡頭 在對著自己 那我們只要有這台直播機 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 辦到這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說 現在我的鏡頭是切A 就是上面的這個鏡頭 這樣拍 我在開箱這個產品 同時呢 AB打開 那我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那我就這樣子 一面開箱 然後一面 對著產品講說 欸這個產品 非常非常不錯 然後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 子母畫面 都在做一個直播的動作 那我也可以這樣子 就直接去 做一個加換的動作 譬如說 這樣子 這樣子講 非常方便 接下來的情境呢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 手機實況主 不管是你要接 手游啊 或者是說 接SWITCH啊 或者接PS5 沒關係 都隨便你 你要接手機的話 那記得就是說 你的手機要有 HDMI輸出的一個能力 那接下來大家可以看到說 A 源頭就是 手機畫面 那B呢 就是我的單眼 那我現在在這邊 我可以去做一個 切換的動作 大家可以 那我也可以這樣子 讓大家去看我怎麼玩 那我也可以直接 全部指 一個手游的動作 收音的時候 因為我兩個都有開 所以大家可以聽到 手機遊戲的音樂 跟我個人的聲音 兩個都被收進去 然後它就會這樣 很簡單 這樣子 就搞定了 當然你也可以說 把這個源頭 直接擺到 譬如說像 SWITCH 或者像 PS5 PS4 XBUS 都可以 非常非常簡單 你就可以做一個 遊戲直播組的一個動作 我們不透過OBS來直接做直播 那YouTube 可不可以 也可以 那你就要到你的頻道這邊 然後我們就建立一個直播 然後來這邊呢 記得 這邊要先要打一個直播的名稱 那記得這邊 要先改回來 我們USB 2.0 就是我們的 一般的視訊鏡頭之後 再切回來 J5 Catch You 這樣子才會正常 不然的話 它畫面可能是黑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們就開始直播 3 2 1 直播 到時候要問 3 2 3 2 開始 有沒有 就是這樣子 2 有沒有超簡單 連OBS的都不用 當然你會OBS是最好的 沒有 照樣可以用 照樣可以直播 然後 一樣 你一樣可以切 也可以直接切 直播 有沒有 好 現在我們進行的是 JVA06的一個 綠幕去背測試 以往呢 如果你要去背的話 你可能需要比較專業的一些軟體 或者是透過OBS 去做去背的功能 那現在你知道 JVA06 下載它一個軟體之後 調整一下 就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去背 好 大家現在看到呢 就是我 人站在綠幕前面 跟影片結合的一個效果 以往呢 你要做這個動作 非常的麻煩 你可能要透過專業的軟體 去做 那現在呢 你只要有JVA06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得到一個 很有綜藝感的直播畫面 譬如說你要講解遊戲也好 或者是發表會的現場 你要在旁邊做講解 都非常的方便 而且也非常簡單 就不需要再透過很複雜的設定 或軟體 你只要用它的內建軟體 設定完一次之後呢 再使用 就相當的方便 無腦 只要開起來直接用就好了 連OBS 都不需要 那如果呢 你現在直播的話 要切回來 只要按住 A、B、B、A 好 看完以上的直播示範之後 相信大家都看得出來 JVA06是一款 簡單 方便 然後相當好用的一個 直播影像擷取器 那相當適合 給老師遠距上課使用 商務人士遠當會議簡報 公司視訊會議 甚至是電玩直播組 直播等等 來使用都相當的適合 你只要準備好 JVA06 加一台電腦 加線材 加相機 就可以隨時隨地在 有網路的地方來進行直播 簡單又不受拘束 更不用啊 提著又大又重的一個 直播機 只要這台小小的 JVA06 就能搞定 那老實說啊 現在疫情也不知道 會不會趨緩 短時間之內在家工作上課 可能還會再持續一段時間 如果啊 你有這種遠端開會 遠端教學 JVA06 我個人真心推薦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幫我 按讚 訂閱 與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不會趁忙 如果想做的話 我會請到 你的眼睛